大家好 这节课和各位分享几个常见的操作 不仅可以让别人看到我们用电脑 非常的溜 更重要的是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公寓善其事必先利器器嘛 花一点时间学习操作 学会了之后可以一直用下去 性价比很高 其实也不是我教 苹果的Mac系统 它自带了视频演示教程 那就是触控板的使用方法 苹果Mac电脑有十几种触控板的使用方法 我这儿只说几个重要的 经常用到的 触控板的设置和上节课一样 点击左上角的苹果 选择系统偏好设置 第三行倒数第二个是触控板 上节课我们介绍的是第一个界面 这次我们看一下第三个界面更多手势 其中第二个 大家注意看右侧的视频 它的意思是用四根手指 三根手指或者四根手指都可以左右清扫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四指左右滑 除了大拇指 其余四指都参与操作 水平向左或者向右滑 可以在不同的桌面之间切换 多桌面操作可以增加我们的操作面积 可以运行更多的程序 关于多窗口 我们后面会讲 Windows 10也支持多桌面 功能和苹果的类似 但是Windows 10的那个多桌面切换成本很高 需要点好几下 而且切换桌面还需要手脑眼联合并用 不像苹果Mac这么简单易操作 只需要四根手指 左右滑是下意识的无脑滑 手都不用离开笔记本 苹果的多桌面操作是必备技能之一 关于四指的操作还有两个 一个是调度中心 还有一个是启动台 它这写的是三指 这也是三指 这也是三指 其实四指三指都可以 这个调度中心是显示当前所有打开的程序 方法是四指向上滑 拇指不参与 上面会多出一栏 默认只有一个桌面 通过这里可以添加更多桌面 这个刚才演示过了 然后还可以关闭其他桌面 四指向上滑 因为当前只有一个窗口 我再打开一个仿达 四指向上滑 还有一个是启动台 启动台就有点特别了 它需要拇指操作 拇指和其余四指或者三指并拢合拢 启动台的意思 相当于显示全部已安装的应用软件 几乎所有的程序都会显示在屏幕上 我习惯于用五指 五根手指向中间并拢 除了四指操作 还有双指操作 我们在看网页 看文档的时候 经常会看到上下的滚动条 比如这个网页 一般情况下 我们会用鼠标的滚轮上下滚动 或者是拖拽这个滚动条 现在我们只需要双指 十指和中指 或者是中指和无名指 双指上下在触控板上移动 除了上下滚动条 有时候还会遇到左右滚动条 比如我们打开一个图片 我们可以用双指放大图片 关于双指放大图片在这设置 在滚动缩放 放大或缩小 用拇指和食指 或者是食指和中指都可以 比如现在是一个放大的图片 我们可以用双指向左向右滑 向上向下滑 或者是斜着滑 都可以 四指和双指都说了 最后介绍一个三指的操作 这是一个不容易发掘的操作 也是常见操作 用三指来拖拽窗口 比如我们想移动窗口的位置 鼠标按住左键拖拽即可 这么简单的方式 苹果麦克电脑竟然默认不支持 需要手动打开 它这步操作的位置是在这儿 首先进入系统偏好设置 在这儿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比如现在这是系统偏好设置的一个子项 如果想回到系统偏好设置怎么办呢 可以关掉重来 也可以点击这个 回到系统偏好设置的主界面 然后我们找到第二行的第三个 叫辅助功能 在辅助功能里面 左侧有一个列表 找到指针控制 图标是触控板和鼠标 在这儿呢 有一个选项 叫触控板选项 在这里面 有一个叫做启用拖拽 默认不勾选 我们给它勾选 勾选之后 选择里面的三指托移 然后再点击好 确定了这步之后 我们就可以用三指来操作 拖拽窗口 用十指中指加无名指 同时按在触控板上 鼠标放在窗口的顶栏 这样就可以拖拽窗口了 这个三指相当于是鼠标的左键按住 是相同的效果 关于多指的操作 苹果Mac电脑里面还有很多教程 大家可以根据需要来学习 如果没有时间 至少学一下 我在这节课中 给大家介绍的这几个操作 这节课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下次见